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捞后续 先捞实地 然后黑棋自然是要逼住这个 然后白棋再打飞 白棋一般来讲还是跳出来比较多 但可能他实际上是走了这个 可能也还是跟刚才的意图差不多 想要去寻求一些战斗之类的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马斯特他的强 强在这个形势的判断上 但是他的局部战斗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所以可能这盘棋也是有所针对的 有针对性的 我们黑棋先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白棋 这也都是我们以前研究过的一种招法 对 基本上到黑棋连斑 白棋打得长 对 这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定型了 然后尖 尖处 但好像本身这个定型其实选择白棋的也 就白棋这样下的比较少 总的来说 对 然后黑棋 对 黑棋不打非常稳健 也是体现这个电脑下棋的风格 判断 对 简明型的 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大家有研究 比如说黑棋是要抢这个的 对 然后觉得白棋这个地方 他觉得可能这里被白棋长一个自身的形状会出现一点问题 对 我们之前是觉得就是会被分段开 但是也还能接受 但在他的判断之中 可能这手棋会比这手棋更着急一些 对 所以这种地方就是能体现出他的判断和我们之前的一些定义上会有一些差别 那么他抢完这个之后 那白棋自然就把这个尖材 然后攻击这个三子 对 然后他的下发也很直接 对 直接棋出来 对 我觉得这手棋应该很多棋手在下的时候都会 至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是 对 他是想出头更唱一些 对 他棋比较简明 就是很清楚他的棋 对 然后就跳 然后对 接下来也是飞一下 再抢下来 对 这个他就比较有特点 其实我觉得按人的这种惯性思路 要不是继续搬 要不就再长一个 他这个直接飞下来 飞完之后再飞下来 我们一般的思路是觉得 这里既然走了 就继续要走下去 要不然被白棋搬过来 可能这样还交换 还算了 对 对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判断 觉得这步棋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 可能如果搬白棋是会 反击的 反击的 总之得靠过来反击 如果就简单这样就断 对 这样可能就是黑棋这些子有一些危险吧 如果长的话 我估计他可能就 比较担心 白棋 简单处理好 对 但是如果是感觉从人类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既然觉得这个飞可能暂时走不到 一般就会直接走 对 一般都会这样 直接来 比如说白棋如果走 你再想办法靠 如果他慢一点的话 可能 对 就这样 这个比较像我们的思路 对 这比较正常的思路 但是他现在走一个 他实战结果也还不错 对 他等于是 虽然说白棋这边变得很厚了 但是呢 他等于是 抢到一个比较好的先手 对 也算是达到自己目的 然后再来转漏 这个漏 其实他下过 他下过挺多盘 这个漏 在这个地方比较有心得 他就是假意的说要掏你空 其实看你的招法怎么下 你要是特别损的话 他可能就顺势把这边加厚 然后就把这个弃掉 嗯 比如说你飞 你就是要 要外面 这个 再一顶 这棋形下的都很好 嗯 白棋贴的时候他再这个立 这都是棋形的这个要点 嗯 这时候我感觉白棋就挺难受的 嗯 这个吃其实你就算吃了也 吃的比较小 而且吃不干净 这里 然后黑棋通过这几个加厚 再在这一飞 可能就围起一个很大的一块空 对 我们一般说四路空就是很满意的 对 这如果能成空的话 对 效率非常的高了 对 所以白棋实际上是搬 也想把黑棋的这个形状 撬出一点漏洞 对 然后一起先双一下 那显然它还是有它的 对 这一段 嗯 因为这个局部白棋还是有点彩 对 可以看到黑棋通过这个漏之后 好像要先手把这个脚淘干净了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白棋自身的眼位 还不是那么大 很难受白棋 对 白棋先加了一下 嗯 嗯 嗯 白棋这里就是 嗯 只 活动 还得靠这一下 嗯 也跳了一个 对 但是可以看到黑棋这是铁厚嘛 有吃一下的关系 对 所以黑棋就跳住 白棋还是得做活 嗯 这个本来的白棋脚被黑棋全掏掉了 嗯 黑棋虽然说这地方白棋进来一点 但是嗯 嗯 就算一挡 还可以挡住 还可以搭住 然后呢 它暂时可以不走了 对 而且 本身它这才有点损 但多了这个子之后 好像这一代有先手 外面还有一些先手 嗯 总体看下来 好像这一战之后黑棋也有一定的优势 对 对 对 然后黑棋下一手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它 电脑一般是不保留什么先手的一些变换 对 而且该走的先手它就走掉 对 但我们来看这有可能是一面宝贵的节擦 对对对 而且也不着急觉得 嗯 对 但它好像也许是多交换一个可能对它的算法来说 也许就少一些变化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关系 对 所以可以理解就是它的思维的角度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逻辑性的我觉得 嗯 它还是依靠这个 去去架那个局面的一些评估一些参数来去评估一些胜率什么的 对 所以就从它这个飞了再飞 或者包括这些都完全不用考虑什么跟杰材有没有关系的 那就比较简明的定型 对 然后下一手就手脚 嗯 然后把旗逼住 对 然后再手脚 对好像这两手旗可以体现出它现在的评估应该对自己还蛮自信的 对对 很 很稳 很稳 就是都是最小的步伐这种 嗯 对很扎实 嗯 把旗飞进来 黑旗又靠压 对 这个靠压一般来讲 我们是觉得有点损控的旗 但是可能现在这个局面它觉得就已经可以了 其实靠压也没围上自己什么东西 白旗后来也飞了一下 对 但是它就是简化这个局面 对 但如果从比如说前面可能没有这些积攒下来的优势 就单从局部而言 黑旗本身是我们从那个定时也可以看 就是黑旗肯定不肯这么简单的就放白旗 对 活得这么充分 但现在黑旗的下发就是非常简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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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反击 就都硬住 嗯 对 然后 你漏我 我也就硬住 全都是最简单的 都给你 然后白旗对 所以从白旗的招法可以体现出它应该是对形式 对 感受到了压力 嗯 对 然后你加我就都给你 全都硬住 对 对 全是你的 你度过我也硬 然后白旗先补上自身 那下一步黑旗也比较有特点 对 对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的第一感一般来讲是还是就是拆二吧 对吧 对吧 而且可能白旗滚过去黑旗自身稍微有一点问题 对 她 她的这步 这步棋也非常好的 对 这个地方 一跳 嗯 自身补得牢牢的 然后成了这个巴姆棋 然后呢 隐约也描着这个尖啊 这块白旗 因为这个黑旗先手是可以分段的 可以大家看一下 白旗这个地方眼门还有点问题 对 这是个假眼 然后黑旗如果从这边出头 以后能保持一个攻击 嗯 所以这步棋是明显比那步棋大的 但是我们的惯性一般来讲 老师觉得老师以前教的大厂 就拆二啊什么的 对 但是这个只是大厂 这个是极锁 对我们可以唱 对 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 感觉好像这个边上难道不是剩下了一个 好像躺在了最后一个大厂 对 特别高兴 然后这个拆二还跟自己的后保死活有关系 嗯 对 可是这一手棋就体现了他很清楚的判断 对 一旦被白旗飞过来 嗯 我们看一下 对比 这里黑旗 首先那个巴木旗没了 其次 你如果说补的话 再搭住就明显被便宜太多了 如果不走 以后这里白旗再跳 这块旗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不光是 自己的木属的差别 而且白旗这个后保 木属也都差了很多 嗯 所以这部棋其实是 全局关联更强的一手 对 可以 那部棋只能说是跟上面有一些关系 嗯 所以这首棋看起来 就是 也不是特别花哨 但它其实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 其实每部棋跟全局的关联性都特别强 就是 它 你看它就是飞这个 对吧 它飞这个 然后就是剑合 它很多 很多棋它都是剑合 就是两个棋 我两个点 我必须 我必能走到一个 你一并 我就一跳 你如果走这边 那我把这个靠下去 对吧 它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给你 给你两个这个 差不多的点 然后我肯定能走到一个 确实 但确实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每一手棋它都有剑合的话 那也确实是 它这个点 选的非常的恰到好处 对对对 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嗯 然后那白旗的角度 当然是要去抢攻 对 白旗就压一下 嗯 然后黑旗就压 嗯 黑旗很简单的就扳掉 对 嗯 对 斑的去沾上 嗯 黑旗在一步一个脚印 还是往里走 对 它不觉得自己这块旗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跳我一下 就加强自身 嗯 然后我就下去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黑旗下面 其实这块空 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白旗其实除了这点 一条边以外 其他的木树 可能都是十木之内的 很小 很小 木树的话是基本上 比不过的 嗯 所以白旗肯定是要 对这块旗 有一定公式吧 嗯 这好像白旗中间 那个木 还比较松 对 可以看到如果有断的味道 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断点 嗯 所以白旗现在基本上 唯一的希望就是 最后一波 对 来看这儿能公的怎么样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是靠出 黑旗印的也都很正确 对 然后马上就形成一个结症 最后比较特别的就是 就是啊 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 转换 对 然后电脑的爪结的这个次序 就是提 然后白旗先找一枚 嗯 对 然后提借 就我觉得可能我们 对 我们的想法一般是先找 不太损的 比如说这样 对 这样找 毕竟就是如果被消了之后 就这个字的价值和木树上 就我们的爪结习惯是这样的 对 毕竟那个力先亏了嘛 如果被消了的话 嗯 我们一般感觉这枚结是最后一枚 就是好像就差这一枚之后会用这个 但是对于电脑来说 它就是很直观的 它就先找这个 不过现在确实已经 这无所谓 对 然后白旗冲一下 主要是我们看这地方黑旗结太多了 嗯 白旗基本上这两边 黑旗这一打吃 白旗要本来走是这个脸 但是黑旗打什么 这些结又生出来太多了 对 硬不完了 然后白旗就削 黑旗把这一盒 对 然后白旗再补一个 这是打吃了一个 对 点了一下 对 补一个 然后再到白旗期间 对 这盘旗就无以为继了 主要是木树上其实 就是转换来说白旗应该是便宜了 就整个单论这两个的价值 嗯 但是还是 点了个木好像 不行了 对 输不少还是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旗 也可以就是自己现在 就这个局面简单判断一下 会发现其实差距还挺明显的 嗯 其实反正这盘旗也是就是感觉上黑旗也没走什么 嗯 特别特别妙特别好的旗 都是很朴实的在下旗 嗯 对 但是尽管如此好像在他这种非常清晰的大局的整个掌控之下 对 还是非常简明的又拿下了一盘胜利 这是他的第14盘胜利 所以 呃 在此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精彩的瞬间 那么感谢石哥的精彩解说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水上无论 的 方向 比划 让演唱 一词 好 呃 桧 那